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齐照昌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他因家境贫寒 自幼被教会收养 长大后学习建筑 立志为教会服务 被后人称为教会建筑师 圣保罗堂是南京第一座正式的基督教礼拜堂 1923年落成 距今已有90余年的历史 这是齐照昌的代表座之一 教堂按照当时西方流行的复古主义形式设计 规模不大 是典型的西欧乡村式小教堂 教堂外观属于哥特式建筑 钟楼高耸 内部却采用中国传统的木架构 圣殿外墙下部用的是明城墙砖 上部用的是青砖 全部经过加工磨光 墙壁以清水沟缝 所有的窗座 门扇 钟楼屋顶等部位 都采用距离南京四十公里处的正江高兹山的白帆石起柱 石面上金刻金文 并贴上金箔 庄重而精致 从齐照昌的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他是一位善于学习 有极强调适性的建筑师 他对于教堂等西方建筑的构图 材料和建造手段运用自如 他的另一作品 金陵大学里的小礼拜堂 恰如其分展现了这一特点 这是一座外表极具中国庙宇特质的小型建筑物 坐落在一片小树林里 古朴典雅 尤为别致 这是由齐照昌和美国建筑师共同设计并建造的 是一座歇山顶的中式单层建筑 乍一看 造型酷似西游记里 孙悟空为躲避杨二郎而化身所变的小庙 只是屋后少了根旗杆 房屋平面依据西方基督教堂的长方形制 拱形门楣和窗框装饰有十颗西式图案 中式雕纹花木窗与欧式拉毛圆框具有和谐之美 这座小型建筑物是专为西方教会人士提供周末礼拜等活动而建 但却如此具有中国南方建筑的韵味 如果说小礼拜堂是齐照昌对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回归 那么他在民国后期更是致力于隔旧创新 追求简洁实用的新设计风格 符合当时社会需求的新趋势 1946年他参与设计建造美国大使馆 该建筑深藏幽静庭院内 是由三栋造型相似 规模相当的西式楼房和平房组成 建筑整体依山坡地势而建 屋脊两侧和后部有壁炉烟囱 但屋面是典型中国弧线坡顶 沿下栏杆和墙面局部 装饰有中国传统回文化饰 体现民国后期风靡全国的新民族风格 令人注意的是 在主楼右前方有一座独特的微型造型 基督教祭台 祭台正面是用石头漆柱的墙壁 墙壁上漆有一个巨型的蜡烛 蜡烛火焰位置安放一盏防骨铜灯 祭台墙壁爬满紫藤和绿纸 周围绿树掩映 隐约让人感受到所谓基督徒建造者的 宗教虔臣和奉献精神